还是黑科帝国里面的矩阵 又或是西部世界里面的host的种子呢 他们不是要灭亡人类 就是要圈养人类 再次再次也要是跟我们人类平起平坐嘛 这你受得了吗 所以在看到过去几个月里面 人工智能突飞猛进之后呢 很多大咖都已经急了 表示要是我们再不加限制的开发 AI一个恐怖的将来 就一定会在不远处等着我们啊 这里面喊成最大的一个 大概就要属埃隆马斯克了 看起来呢他真的是很讨厌AI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 当你很讨厌一样东西 又拿它没办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Elon Musk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那就是用另外一个AI 去干掉自己讨厌的这个AI 好吧 所以本质上他只是不放心 别人开发的AI而已 就在最近啊 Elon Musk正式推出了一家名为 XAI的人工智能公司 虽然目前我们对该公司的 雄心壮志了解甚少 但马斯克在Twitter Space的活动当中表示 他希望他的人工智能能够理解宇宙的本质 为什么让人工智能理解宇宙的本质那么重要呢 因为马斯克认为 如果AI理解了宇宙的真实本质 他就会明白 人类啊其实比非人类有趣太多了 于是基于这点呢 他就会站在人类这一边 成为一个对人类来说安全的AI了 这个逻辑真的通吗 好吧 希望它通啊 因为如果它不通呢 人类的未来在AI面前可能的确会比较黯淡啊 我最近正好看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 人工智能伤害我们的最危险 最令人意外和最让人讨厌的六种方式 文章的作者在采访了大量相关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之后呢 得出结论 虽然AI可能并不会像好莱坞宇宙中表现的那么邪恶 但是它依然会给我们制造大量的噩梦 其中有六个已经到了让人夜不能寐的程度啊 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 但是先说明一下啊 由于作者和他的访谈对象都是国外的 所以其中举的案例也基本上都是国外的 可能跟我们的情况会略有不同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要补充的 正好就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讨论讨论啊 下面噩梦就来咯 噩梦一叫做数据分身的诅咒 2011年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批准了一笔资金 让密西根事业保险局开发一个新的算法 目的是要让该算法能够智能的检测保险欺诈 保险局与三家不同的软件开发公司合作 于2013年推出了密西根集成数据自动化系统MIDAS 尽管该局从未透露算法从哪里收集数据 但随后的诉讼表明啊 它可能从雇主提供的事业数据集中 收集了不准确的细节嘛 因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面呢 MIDAS错误的指控了4万多人起诈 并通过各种方式迫使他们支付了高额的罚款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啊 一旦MIDAS在数据库中 错误的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标记为骗子 其他使用该数据库进行背景调查的机构 就会重复这些错误的信息 于是有些被指控者呢便无法找到工作 有些则无法再领取失业救济金了 而这其中最绝望的一点是啊 当这些人突然被当成是罪犯来对待时 他们根本就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直到有缺陷的算法被曝光之后 他们采用集体诉讼的方式 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好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没有啊 噩梦还没有走 甚至他这一辈子都走不掉了 伦理组织AI Now的主席 梅雷迪斯·辉特克将MITS创造出来的 与真实人物有偏差的在线版本 称之为数据分身 他们的功能呢 很像是被盗用的身份 一旦建立起来就几乎无法删除了 因为我们的很多数据呢 都是被重新打包并出售给第三方了 所以一个由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数据分身 可能会从你的保险记录里面消失 但又会出现在你的银行记录 学校记录 或者是工作背景调查当中 由于许多数据库呢是集中式的 所以一个数据分身 可能会在你的一生中跟随你许多年啊 哎 好 接着是第二个噩梦啊 它叫做万岁随即鹦鹉 鹦鹉学生我们都知道 要是训练的好 你完全就可以跟一只鹦鹉展开 看似正常的对话嘛 它可以跟你问好 它可以跟你打招呼 甚至呢 它还可以跟你对骂上几句 尽管它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语言背后的含义 对比一下 GPT之所以厉害 之所以它说的话 看起来像是人说的 不就是因为我们用了大量的人类语言 去训练它的结果吗 但是它真的就明白 这些语言背后的真实含义吗 不见得嘛 华盛顿大学社会未来实验室的负责人 艾米章就说 它最担心的就是AI 胡说八道的倾向了 很多通过ChatGPT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 能够写出大段句子 甚至是整篇文章的AI 说出来的东西呢 乍听起来非常的合理 但你仔细一想 就会发现 错的那是相当离谱 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一次科学作者 Gary.Marcus 与ChatGPT的对话当中 后者就建议到 将磁器粉末加入到母乳当中 是有好处的 因为磁器粉 可以帮助平衡母乳的营养成分 为婴儿提供生长和发育 所需要的营养 是不是相当的荒谬 研究人员称这种现象 为随机鹦鹉问题 当计算机以混乱的方式复制 听起来像是人类的短语时 这种问题呢 就会发生了 艾米介绍 随机鹦鹉呢 很可能会在互联网上 散播大量的错误的信息 从而造成一场 堪称核灾难级别的 垃圾信息泛滥 AI生成内容的扩散 将使得在一片垃圾信息当中 找到高质量信息 变得更加的困难 最终 我们必然面临一个 完全被随机鹦鹉信息 取代了人类生成文字的世界 到那个时候除了垃圾 你说还剩什么呢 随机鹦鹉真的是万岁了 好 噩梦三 AI学会了偏见 当我们现在为AI能做的 很多事情感到兴奋不已 并本能地认为 这是一个全新开启的时代 其实你要知道 大多数的人工智能 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 能够追溯到上个世纪 80年代的破旧系统之上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 AI不是什么新技术 新的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拥有的 大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了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这会带来算法通过学习 按照旧有标准分类的数据 从而得出了偏离真相的结果 比如AI在警务平台上面使用 上个世纪90年代 洛杉矶警察使用了一个 奇怪的缩写词 NHI 来指代涉及黑人 和其他少数主义的世界 NHI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通过调查才知道 它是没有涉及人类 No humans involved的缩写 这就相当歧视了 意思是在你洛杉矶警察的眼里面 黑人和少数主义都不是人呗 显然这个缩写呢 很快就被删掉了 但是就像我们上面讲到的一样 好 接着恶梦4 AI教我打仗 想象有这么一个场景 在未来的战场上 一个军事指挥官呢 正在与恐怖分子作战 硝烟笼罩 他需要同时处理数百个 关于发生了什么的相互矛盾的情报 并迅速做出一个可能会造成不同伤亡的决策 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 合理的推测是依靠AI嘛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已经开始启动了一个名为 ITM In The Moment的项目 旨在设计一个可以帮助做出 关于战场伤亡的复杂决策的算法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将会有更多算法会基于历史冲突的数据 来帮他做出决策 但是这些历史冲突的数据 就真的那么可靠吗 如果这个未来的指挥官在欧洲 却使用了基于阿富汗战争的数据 所训练出来的AI呢 你想啊 在阿富汗作战的方式 它也许并不适合放在欧洲嘛 那么这样的AI所做出来的决策 就势必会产生偏差了 最惨的 你即使知道这个偏差 也很难去修正嘛 因为它本质上是个黑箱问题 对于构成我们算法基础的神经网络 我们可以看到的 只有数据的输入和输出 而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如我们现在在训练AI下棋时 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了 AI赢了 是因为它想出了 人类在数千年的下棋过程中 从未想象过的起步 可它为什么能够这么想 它在想的过程中 加入了什么 放弃了什么 这么做会带来其他后果吗 等等这些啊 我们是既看不到 也无法理解 这就带来了很多巨大的风险嘛 比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当作战指挥官问一对由AI控制的无人机 下一步该怎么做时 他们很可能会制定出一种 对指挥官而言毫无意义的决策嘛 轰炸所有戴着黄色帽子的人 这听上去很荒谬对吧 但是指挥官还是不得不相信他嘛 因为他是通过对情报的大量分析后 才得出的这一判断 恐怖分子都在暗中编织黄色的帽子 但是万一他是犯了一个错 把吃毛线帽的无辜大妈 标记成了恐怖分子呢 指挥官在做出决定之前 是根本不会知道的 而当他知道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噩梦五 你的大脑植入物不会让你顶嘴的 最终我们一定是会邀请算法 进入我们的身体的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 已经设计了可以植入到人脑当中的 增强型AI芯片 帮助逆患帕金森病的患者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脑植入物 可以帮助瘫痪的人 用意念控制鼠标和键盘 听起来很安全对吧 但是等到心电感应 用想一想就能给其他人 发送信息成真的时候 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 由于像微软这样的公司 会为文本加上预测算法 通过该算法来帮助你 更快地完成你想要的句子 可他在另一方面呢 也既能阻止你讲脏话 还能改变你可能想要讲的话 也许在一个不那么光明的未来 他会阻止你批评某个公司 或者是组织 甚至连一个有点创造性的提议 都不会让你说得出来吗 好 最后是噩梦6 跨越了维度的麻烦 在咱们之前的噩梦2里面 绥静音5还只存在于 你的浏览器当中 但是当它跨出网络 开始控制你的机车 是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就是华盛顿大学 法学教授 瑞安卡罗最关心的问题了 他指出人工智能 与重要系统之间的意外互动 可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 其中一个系统 可能就是你所在的智能城市了 在那 算法将控制从电网分配 到交通流量等等一切事情 想象一下 那些通过鹦鹉学舌 自动产生了某些 毫无意义的垃圾算法 此刻正在控制着桥梁 控制着你所在建筑的 空调和电梯系统 或者控制着你的自动驾驶车辆 穿过拥挤的市区 难道这不令人恐惧吗 其实一些奇怪 或者说可怕的相互作用 已经出现了 这还不是最差的 你还记得我上面说过的黑箱问题吗 在这里黑箱问题也导致了 人类既不能理解 也不能修复一些奇怪的交通行为 比方说 一个由AI控制的电网和交通系统 该如何应对一场突发而来的抗议 或者是庆祝活动呢 好了 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何感想 虽然我现在正在大量使用ChatGP 协助我的工作 但是听完之后不免 我又增加了一点点对它的戒心啊